诶 桂甄 这是 朱云姐 今天的饭我是在楼下进的外卖 但是他们刚刚说特别忙 没有空来给我们送 要不辛苦你去帮我们取一趟 好嘞 是 是咱们去的那个吗 对对对 就是常去的那个 好嘞 妈呀 怎么了呀 老奶奶 不好意思 我 我 谢谢你 谢谢 太怕呀 回事 走吧 我带你一起走 对对对 谢谢你啊 姑娘 你心太好了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好像迷路了呀 迷路你是要去哪儿吗 还是 我 我找我儿子家里找不到了呀 我找了半天找了半天 一直没找到 那你看看看 好 这里 您有地址 我有地址 对对对 我先来一下 我给您看一下 我给您看一下 这里有点远 您是要走过去找吗 还是 走过去 我 我 我好像是在那边 我也找不到了呀 小心 小心 那那这样吧 我给您打辆车行吗 要不 我给您打辆车吧 那谢谢 谢谢 还真没事 没事 没事 谢谢你啊 没事 您先靠边站一站 我看看 等一下 师傅等一下 我给您看地址 等一下啊 那个 师傅 麻烦您把老奶奶送到这个位置 然后到了您跟她说一声 我怕老人家不知道 然后您搭把手吧 好吗 然后这个 这个是钱 您太客气了 没事 老奶奶 我正好发工资 没得把她安全送达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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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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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老板娘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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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马上 你们先点菜吧 不好意思 让一下 不好意思 老板娘 老板娘 什么 我刚才排的那个 外面我要一样模一样的一份 那还得点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 快点 等了 那么久呢 能不能快点 我再加十块钱 你看外面等这么多人 对啊 我们都等好久了 妈妈头好晕啊 不好晕 飞一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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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ive 刘 instal Schubert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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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挑 对不起 对不起 快 终于在 你怎么在 这边 再出路点 出路点 另外所以 爸爸怎么在这些 路上发生了一件 小小的事情 所以对不起啊 就 就换成了这个 给我开场了 不好意思啊 大家 我给大家买了那个 水奶和面包 大家先冲冲鸡 你连买外卖这种事情 都搞不清楚吗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也能出错 你也能出错 路上发生了一点事情 所以 要 不行 大家先吃这个垫着 我一会儿再去买其他 到底有什么事情 是你能做得好的 连这种不用大脑的事情 你都能出错 买个外卖你都不会 你究竟能干什么 对不起 副主编 这样 大家都饿了 要不我们先分着吃 好吗 零号 来 来 来 我说 好 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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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这个分一下 回去 来 副主编 吃点东西吧 零号 零号 你今天拍摄还挺顺利的 对的 蓝温的两套都在这儿了 是吧 对了 在的 你看一下 GEO的都在吗 好 看一下 大环的明天都要入库 对了 对了 来 来 来 您啊 关于今天的事情 真的非常抱歉 我下次一定会好好补偿打架 没事的 慧珍 这话你都说了一下午吧 没事的 都过去了 没事的 跟我们一起整理吧 整理完了 我们就一起回家了 鞋子放在下面 这位姑娘你认识吗 大妈 观看这张画 很难看出来试试 您想想 来 你看看 你认识吗 大妈 您这画像 的确太抽象了 有没有照片 或者是您形容得 再真实一点呢 您没影响 是这样的 这个姑娘呢 头发卷卷的 脸红红的 上面有一点点雀斑 雀斑 我又是个漂亮的姑娘 还有 你这个牌子 上面也有公司的名字 副主编 副主编 这位大妈正找一位姑娘 您看看 是不是领编辑部的 你认识吗 李慧珍 你认识她 太好了 谢谢 今天这批试试到开始吧 再犯的事情 我们再慢一点吧 好 好 那那女士的小女生 这位姑娘 姑娘 你好 姑娘 你好 姑娘 我来看看 笑不笑你啊 我好可爱 比我可爱多了 你还说你早上 帮我妈认识了吗 这个 对 我没必要找到你 把车费还给你 这真没事 不用还 不用还 不是 不是 不不 这真的不用还 那车费这才多了钱 真的没事的 这我都做的是 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一定要 老奶奶 你 拿好 拿好 我来来 我们走了 你担务你工作吧 没有担务 没有单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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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行 行 行 那他这钱 你们拿打车吧 这个钱 还说没耽误你的工作 副主编都把你骂成那样了 没事的 他不了解事情吗 所以惠珍姐 刚才取完卖的时候 是因为帮助了奶奶 才耽误时间呢 那我还是要问一下 我们好好的外卖 怎么神奇地变成了 面包和你买的 我当时要把老奶奶送到车里 然后就顺手把外卖 放到车顶上 然后那个外卖就跟着走了 特别不好意思 让大家吃面包 真的 你中午也没吃好吧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为老一下这个好姑娘呀 对啊 惠珍姐辛苦了 走吧 带你去吃顿好的